果然国民党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以为说桃园已经这个团结 已经完结篇了 没人都唱了 往下唱 唱到了苗栗去 我们来看苗栗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哇 这重磅回归 前县长刘正宏在网络上有这一段 我有听到他的录音档 他讲说 你七何你八何 就是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 党中央要做民调 然后请大家支持我刘正宏 哇 这件事情有评不评 说是中央党部在做民调 那我心里面就会想说 奇怪 桃园不做民调 台北族不做民调 为什么苗栗做民调 我们有去问了一下刘正宏的亲友 他的亲友朋友说 这应该是他自己要做的 他自己要做这样的民调 来测试看看他目前的状态如何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包括议上不是就是要算吗 但是有些些江欧的事情 没有办法弄清楚 那当刘正宏又要出来的时候呢 他其实有发现一个状态 他说民意来决定 这当然是理所当然 可是呢 他看感觉国民党在提名的这个 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了 那有人掉在那 悬而不绝的提名制度 那变成说大家心结 那个裂缝本来可能一小缝 现在越扁越大缝 那裂缝越来越大 所以呢他认为说 现在的一个状况 他觉得已经完蛋了 非常的忧心 那我先请教晃哥 因为晃哥对苗栗人 你对苗栗的局势比较懂 如果说刘正宏出来 那当然台面上还有包括想要党中央鼠疫说 徐志荣委员 可是他说没什么意思 那这个是水利会的会长 谢福宏的部分呢 之前抖出了一份那个连署说 要支持他 可是中东想说拜托 我是民主的艺术艺术 就做个人情而不是认真的要挺你了 你怎么样来看苗栗这一局 国民党如何收拾 原本刘正宏 没有要那么积极要参选 那之他是作为开始变积极 主要是因为中东景 那个人间极品的记者会 所以他又一次觉得天势良机 因为中东景那个记者会实在是太成功了 那家公安公司 我觉得应该列为黑名单 想毁掉谁就请他去帮他开记者会 所以中东景基本上 我觉得他已经被排除掉了 我也不觉得朱立伦会提名中东景 提名中东景等于是自杀 好那谢福宏是后面才跑出来的 但徐志荣呢 他我可以在这边很笃定跟大家讲 徐志荣不会参选 哦真的哦 对虽然他朱立伦最希望他参选 而徐志荣也有相当的实力 但是他不会参选 他不会参选是因为个人因素 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事关个人隐私 我就不讲了 就是个人的因素 他不会参选 所以呢删去法中东景没了 徐志荣没了 剩下谢福宏 但是谢福宏呢 刘正宏他觉得说 论资历论能力 我都比谢福宏强 那如果谢福宏可以 为什么我刘正宏不可以 那刘正宏有没有很积极的 或者说他个人有没有 非常强烈意愿想要参选 我跟大家保证百分之百有 百分之百有 因为他最近在地方上动作很多 不然怎么会有那个连署书 或者在那个连署书之前 他在地方上 拜会了很多地方上的人士 然后因为他过去当过八年县长 那你知道从政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会有恩于人 有时候会得罪人 人在江湖走哪也不哀刀 所以他最近很积极的把这些过去累积的一些事情 一些恩恩怨怨怨都希望赶快把它处理掉 所以刘正宏我判断 他个人参选的意愿非常的高 那至于说最后国民党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决定 苗栗现场人选 当然因为党中央是授权给党主席 那党主席想要用民调就民调 或是说想要用桃源的方式 也可以用桃源方式 但是我想苗栗基本上是排除空降 因为国民党看起来也没有适合的空降人选 那大概就是会在苗栗在地的人里面 选出一位 但是如果说真的 你要比民调的话 我觉得谢福宏是比不过刘正宏 因为两个人在苗栗的知名度真的差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 虽然谢福宏当过水利会会长 但是刘正宏因为当过八年的县长 所以我觉得如果最后国民党真的提名刘正宏的话 大家不要意外 大家不要意外 这也许会创下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记录 连任过后卸任 然后再回国的 过八年之后卸任八年 然后再回来再当现场 也许会创下这个记录也不一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